心灵的进步和解脱是人类的必修课 人是活在无常中的 万物为心造 控制好自己的心念 至少控制了自己的世界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浪费是一种消失 它会麻痹你的思维 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师父还说 守住定才能远离红尘中的思维 定力与涅槃作伴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与大家分享一件神奇的事情 一天 在佛堂念经 突然空调花花漏水了 这是今年才使用的新空调 之前一切正常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怎么会漏水了呢 脑子里想 会不会房子有药精者 结果第二天早上梦到房子漏水 雨水从屋顶直接漏到家里 醒来明白 是家里有了药精者 于是默默许了小房子 新空调漏水没告诉家人 也没请师父维修 心里明白 许愿念经 定能解决 心灵法门 灵得不得了 许的小房子送完了 打开空调 还是漏水 脑子里有个意念 要清洗过滤网 当拆开过滤网 里面掉出来一些 白蚁的翅膀 清洁干净再装回去 空调一切正常了 心灵法门太灵验 观世音菩萨妈妈太慈悲 大事小事 只要您求 如法修行 定能帮您如愿 感恩分享 这位同秀分享道 家里的厕所 在这几天突然发出奇臭 当时只知道 用花露水喷马桶来除臭 但是臭气依然熏天 实在难闻 突然想起 可能有药精者 早上画了五张小房子 给房子的药精者 就出门上班了 今天下班回家 那股臭味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让我们今生 遇上这么好的法门 小房子太灵验了 弟子一定好好修行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弟子分享半小时前 发生了一件事 今天下午煮了黑茶 由于天气热 喝了很多 晚上十一点左右的时候 感觉胃像掏空了一样难受 想吐吐不出来 吃了一小包饼干 和一个桃子 有一点点缓解 还是胃部不舒服 许愿念两遍礼佛大忏悔文 忏悔自己的贪吃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帮我消除业障 第一遍念完 已经好了很多 胃部空的难受 想呕吐的感觉没有了 第二遍念完 已经完全正常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佛法就是活法 把佛法用在生活中去 就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一个多月前 热水器坏了 送了两张小房子 马上就好了 前几天又坏了 这次我没去想送小房子了 因为热水器 已经有十七八年的时间了 可能是老化坏了 所以也没去想 是不是有房子的药精者 这就是智慧不开啊 今天早晨 同修告诉我 他梦见了我 让我给家里房子的药精者 送几张小房子 自己的小房子也加强点 于是早上八点上香后 送了三张小房子 给房子的药精者 到下午两点多 准备洗头 一开热水器 热水马上出来了 好了 感恩达斯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我们殊胜的法门 感恩菩萨的指点 在我没有想到 是这个问题的时候 让同修来告诉我 学佛真的很好 让我们懂得 怎样来处理 人间生活中的问题 用佛法改变生活 用生活来实践佛法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现代人把别人的谎言都当成誓言 有时候又把别人的誓言当成谎言 记住了 誓言和谎言最大的区别是 谎言是听的人当真的 而誓言是说的人当真的 有一个小笑话 说现代人夫妻啊 彼此怀疑对方 有一对夫妻一起看新闻 新闻说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 有次吵架之后 妻子一气之下 就毒死了老公 看完了这个新闻之后 他老公叹气道 哎呀老婆呀 你说这女人现在也够狠的 竟然用毒药 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要是我惹你生气 你可不要学她哦 他老婆说 哎 现在的新闻报道啊 这么一点都不详细的 也不说说 毒死他老公 到底用的是哪种药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只有在忏悔中 才能看到光明 只有在精进中 才能找到般若 能理解 活在人间的意义 是自己走出困惑的动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